目前县政府正在准备执行玉礼、副礼以及寿风等区域排水清书的工作 6月29号是来到玉礼镇的大禹礼德武礼进行会刊 也与玉礼镇长、大禹、德武礼长等做初步的会刊以及讨论 县长指向高辽大桥下的防沙城工程表示疑问 这应该没有办法做防输菌 县政府应该要着手来积极处理 这是花莲县政府目前在做的区域排水治理计划 第一站先是来到了玉礼镇大禹礼 最终还是要解决我们寿风卵西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有一个治理计划已经核定了 今天来看要如何去整个来做计划 徐正伟表示在去年完成了也就是妈祖宫以及土地宫庙的积水问题 不过其实最终还是要解决寿风卵西 河床输菌的部分至于治理计划也已经核定 希望在排水沟从北花莲一直往南新座的重拾 能够保障到整个花莲大家生活上以及环境上的安全 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生活环境的居家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在这两年特别重视我们区域排水 目前签政府正准备执行玉礼镇副理箱以及兽风箱等区域排水清书工作 629号来到玉礼镇大禹礼德武里进行会刊 区域排水排水清书工作可以保障周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所以与相关客室主管针对区域排水系统规划 与玉礼镇长大禹里长德武里长等人做初步的会刊以及讨论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